首定目标 英国皇家空军私架台风战斗机 尽准打击夜门两个军事目标 美军战斗机从核动力航母艾森豪号起飞 目标同样是夜门青年运动 红台紧张局势再升温 夜门叛军青年运动谴责因美空袭行动野蛮 遭英国反降 但攻击行动却闹起内讧 英国反对派人士批评没告知国会就出手 英国首相苏纳克表示 打击行动不止必要也适当 而原本不准备插手的澳洲现在也加入战局 中方对洪海局势紧张升级感到忧虑 呼吁有关各方保持冷静克制 红海危机一发不可收拾 中国沙烏地阿拉伯都呼吁各界冷静 如果我们继续战斗机会 我们看到航空运动 航空运动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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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下柏林工厂停产两周 最快要二月中产现才能全面恢复 今天新闻要辉文 汪永白报道 大贼近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尽善尽美 尽好新闻 大贼近新闻